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是一个有理系数的四次多项式 我们之前学过十系数的话 就是说负区根就会成双 所以2减i就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2加i 那今天如果是一个有理系数的话 其实如果你今天是有负1加根号2 那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负1减根号2 这里是在考这样的概念 好那我们先要找一个多项式 有这四个根 那这要怎么找呢 我们先来找一个有这两个根的多项式 那有时候我会习惯用那个根理系数 因为这两根和是多少呢 两根和是 例如说这个叫做α这叫β α加β我们可以很快看出来是负2 那α乘β呢 就是这个的平方减掉这个平方 所以就变成是那个 变成1减掉2 就是负1 所以包含这两个根的方程式 就是这种s平方 减掉负的这个就变成加2x 然后再减1等于0 这是包含这个的一个方程式 那一般有时候传统也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就是s等于负1那个加根号2 然后用倒推法 就是减1移过去 减1移过去的平方等于2 s平方加2x减1等于0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跟你系数做手 其实这个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我现在其实都用这样子来写 但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这样写 那我们处理这个呢 我们可以再练一次 其实练手可以直接写答案 因为2减i 2加i两根和就是4 但记得挂个符号 所以s平方减4x 那2减i跟2加i乘在一起就变成什么呢 2平加上这个 就是加上1平 因为i的平方会挂成负1 所以这边就加5 所以这里面的两个根 就是2加i跟2减i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方程式就变成什么呢 s平方加2x减1 然后乘上s平方减4x加5 那你前面呢 前面可以再乘上一个数字 乘上一个没有x 这样子还是四次的 那这个x要选多少呢 因为我们f0要是10 所以带0之后呢 这里会变成什么 带0之后 f0就会变成框框乘负1乘5 这东西要等于10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里其实要百负2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这个式子 不需要把它展开啦 就看 看那个 要看情境啦 但我觉得写到这边 其实就OK了 所以我们再掌握一下 这题的重点 这题就是说 有理系数的话呢 有a加b倍的根号2 就会有a减b倍的根号2 那实系数就会乘双 这乘双的概念是这里想要考的 那你从这边倒推出这个方程式 倒推法这边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